词曲 李宗盛 那一刻 能回忆 不起不离 还是爱你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一定要记得相信 相信真实的自己 和我们能回忆 不起不离 还是爱你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一定要记得相信 相信真实的自己 和我们的原地 那边 妈妈去带你 找小二男朋友 好 姐 你收起你恶别的表情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咱找个镜子照的 你看你那表情 不酸点什么 没少人脚都快飞下来了 什么意思 你是在向我肤浅吗 你弟找陈子叶决斗 你的陈子叶四两拨千斤 用一个太极推手方式 把你弟搞定 你弟回来以后 跟你夸的陈子叶一打堆好话 你看你美的 都快仓实了 我不是美的 我一直在想 你说我弟这台的吧 你是要聪明人吧 他去见陈子叶的时候 他恨不得把他给砍了 可是一个小时以后 他们俩脱了 风平浪静 跟什么都没发生意 真的 哎 小陈 这不快点咱们都还入了 OK 所以我一直在想 你说这个陈子叶 他到底跟我弟说了点什么呢 我早就说过 你们家那点事啊 比韩国电视剧还不靠谱 你弟跟他说什么 我哪知道啊 你会问你弟不就好了 他不告诉我 最近他闹离婚呢 心情不好 啊 这后果可不是很好啊 这有什么呀 多大的事在我这都不算事 等我忙完了 我就回去勾引着他们去 连婚都没结过 围城那些事你能知道多少啊 围城我不懂 但是我弟我懂 各位 对不住了 你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啊 给我站住 我就仲它 姑娘 真证 没认识 哪和我当什么呢 吴義 你要是把我当兄弟 你别拦住 别污辱兄弟这个词行不行 是兄弟的话你就不会见死不救 你也知道 我现在把身家性命全都压在这个游戏上 眼看就要离开我丈母娘了 你是在干嘛 你是在回我你知道吗 我真没指望你会理解我 但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屁你知道 你就是自私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吴吉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害你吗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我现在快三十岁了 三十岁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得过且过 为了一势之力放弃我内心的准则 你的内心准则 那我们呢 我们就活该倒霉 成为你内心准则的陪荡品 你别开玩笑了你 好 就当我错了 我对不住你们 可这游戏真的不能再错了 吴吉 吴吉 我们俩都有孩子 我们都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想咱们的孩子成为这里游戏的牺牲品 你以为你 你以为你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圣人啊 你不做我不做 这个网络时间就干净了 你做梦去吧你 你天天说得对 行吗 我们不能再做梦去吗 你别再跟我提什么婷婷 就因为婷婷 你们俩那点破事 把你现在搞得魂不守舍 咱们公司现在是伤面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 周晓鸥 我是为了你才来的这个公司 如果你再敢做什么反对票 你管我无情无义 张巴 你看 你看 这是我的心跳 你看 你玩玩吗 张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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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我的车 你玩玩吧 张巴 张巴 与他最近情绪一直都不好了 我想 肯定是受我和小玉的影响 其实我们俩 真的挺对不起孩子的 你说他才这么小 只要承受这些 你别看 咱们的孩子才四岁 可是 他什么都明白 昨天 小玉还跟我说 他梦见姥姥了 梦见姥姥 一个人在家里哭了 我说 你现在的情况比我复杂 这离婚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自己可是要想清楚了 对不起 以前呢 除了什么事情 都要和谁是谁非 谁做错了 就跟对方道歉 想个没力就行 但是这次 我都不敢往后想 我都不敢往后想 就算想往心变黑了 你知道吗 看你这样 我真的很心疼 你说你自己心里 给自己住的那道里巴桥 外头戳着周小益 里头却扎着你自己 何苦呢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妈 你怎么来了 妈 我是偷偷跟着婷婷来的 跟到楼头口 更丢了 我就一家一家地跳过来 小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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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想死你了 妈 对不起 妈妈 我想你啊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婷婷婷 是你把我丈母娘带来的 你们家是想整死我是吧 吴姬 你又喝酒了是不是 我是喝酒了 周小鸥要辞职了 我高兴 我开心 我喝点酒怎么了 那好了 小鸥要辞职 你不知道 别装了你啊 你还把我丈母娘带来 你想干嘛呀 想欺负我什么 不带那么欺负人呢 不坏她 是我自己更来的 你自己更来的 想看我笑话呢 我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好日子已经到了 我们买了房子 我们交了定机 现在只是过渡一下 想看我的笑话 门儿都没有 我绝对不得交给阿姨讲话 有你是不是 你 你 出去 你 你跟这种人过日子 你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 你太没有骨气了 是 我是没有骨气 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从小就没有爸爸 那种伤心我经历过你知道吗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承受同样的痛苦 我希望给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完整 就 就就你现在这样的完整法 听妈的 跟妈回去 晓鸥 跟奶奶回去 妈 跟奶奶回去 妈 跟奶奶回去 我看谁敢把我老婆孩子带走 你早试试 试试 算了 阿姨 没出息 我走 阿姨 我先走了 我走 快别闹了 喂 走 後面 我走 我走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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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不去 你不去 大蒜 麥芽 大蒜 小蒜 小蒜 麥芽 麥芽 来 赶快尝尝我的手艺 你做的美食看上去都很好吃 好吃 好吃吗 真的好吃 对了 上回你跟我弟弟 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你这么好奇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在场啊 我不是好奇 只是我第一出来就开始夸你 他夸我啊 嗯 我为什么要夸的 不是啊 我正想问你啊 我倒觉得啊 你弟弟蛮纯凉的 而且是个好男人 行了 你们两个人不要相互唱赞歌了 好不好 对了 我上次呢 已经把你的相册呢 还给叔阿姨了 嗯 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 你说 就是 在你的成长照片里面 连一张大学时代的照片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 我妈烧了 被我妈烧了 烧了 这一定有故事了 你想不想听一顿 我刻骨铭心的经历 当然 越是刻骨铭心我就越想听了 其实 这段经历 已经深深的刻在我心里了 根本不需要照片来提醒我 那 那个男孩是什么样子 她是我在大学时候的学生会副主席 我是主席 我们两个经常搭档 做一些学校的活动 我喜欢指挥别人 经常 也会把自己做错的事情 给说到她的身上 可是 她从来都不怪我 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 就算我骂她 她还反过来安慰我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七年晚会上 她为我唱了首歌 我们俩就好了 可是我妈妈希望我大学毕业以后 出国留学 我妈妈也不喜欢她 因为 她是农村孩子 毕业以后 我去旅行 我妈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去见她 我妈妈跟她说 希望以后她不要再来找我 我要耽误我的前程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她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去贵州的一个小学之校了 原来如此 那你还要跟她联系吗 找不过 我拖了很多的人找她 都没有找到 直到有一天 我有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 她问我要不要参加 她 她在大大地走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她支教的那个小学 发大水 她背着孩子过河 被水冲走 学生被她拖到了一个树枕手 她就弄不见了 别再难过了 能够说出来 就如同 从阴霾痛苦中走出来 而且 一个人不可能 背着重负筹一辈子的 你还记得她 等于是对这份感情 很好的纪念 晓荣啊 我希望你不要再对一个遗孤的人 再受折磨 更不希望 你妈这么多年的事情 跟态度 对着你妈 让她受更多的折磨 这件事情以后 我对我妈妈的态度 我知道 过去了 都过去了 痛苦像河水一样 是不会倒流回来的 而且 那个人和那段感情 已经随风渐行渐远了 我有个希望你 不要在虚无的影子上 和那段景象 放在你现实生活里 是时候了 该把自己心疼坑的时候 少了不 来 我们跟往事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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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生活总得继续吧 但是我会换个方式 对 今天 我想你能够再过一次机会 包括对根部 包括对你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真的 我突然间想起来 儿子又圆说过几天 有一个亲子活动 老师说要求妇女参加 你会去吗 当然 我会 我一定会去 那行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这样 别这样 别 别 别这样 别这样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她的那个要离婚 我连气都穿不上 别这样 别这样 你也当了这么多年来干部了 是吧 出远了很多家庭我饮酒婚 你都缺了喝了 这么碰到自己的子女 就哭哭啼啼了 别这样 好 不行 不行 那以前我们是在说别人 情情不一样 今天怎么就轮到我了呢 轮到我的头上 一个是我的儿子 一个是我的孙子 一个是我的孙子 两个都是我的心 都是我 我快崩溃了 别这样 别这样 别吵架 别吵架 小艺 是我姐姐 刚才我给你发的地址你收到了吗 太好了 那你现在听我说 现在开始就出发去那个地址 穿得讲究点 别给我丢人 行了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赶紧去吧 一会儿见 来来来来 吃点水果 好好好 谢谢阿姨 姐 我跟陈子叶 我们真的早就已经过去了 你真的以为我是来心事问罪的呀 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我不关心 我无所谓 真的 你说我知道这些事又能怎么样 不知道这些事又能怎么样 姐 谢谢你的理解 其实其实因为这件事情 我没有处理好 给大家都知道 哎呀 千万别说你没处理好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从头到尾 就一个人是做的 谁啊 苏梅同志啊 哎 你看啊 这小荣是真能说呀 真的是大记者大编导 他转了八天的圈洞了 哎呀 这清家 清家公 费多入心了 啊 为了钢尾啊 是全民族动员 行了行了 别在这儿开始 啊 我走吧 我起不了所有 走走走走 我知道婷婷是心疼你姐 你觉得姐这么大年龄了 也没有一个人疼 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娶我 我也嫁不出去 好不容易你姐看上一人 你就不想把我们的感情让我们给断了 是不是 姐 姐知道 姐谢谢您 啊 别难受啊 哎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现在 对你和小艺以后的生活 感到非常的 呃 焦虑 特别的 呃 烦躁 无所失踪 对不对 嗯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还爱她 我最近啊 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你说为什么 我对什么呀 责任 对自己的责任 对父母的责任 当然了 这种责任一定是在两情相悦的 强大的爱情基础之上 当两个人有了爱情 不如婚姻 你就会发现 两个人选择了一个共生的生活状态 特别是有了孩子 你会发现这种共生的状态啊 会侵入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汗毛 每一根头发 但是呢 当你要舍去任何一方 任何一个部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自己和对方都会遍体鳞伤 特别是对孩子 我觉得 孩子应该在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家庭中 成长 以我对小易和你的那种心理揣摩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的状况 还没有到那种万劫不复的状态 真的 也许 这次这件事情 只是生活 和你们 还有我 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这个玩笑 就是为了试探你们的感情 你们的婚姻 姐 今天来呢 就是想提小易 还有刚本 请求你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但 也是再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可不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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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我不懂感情 才伤了你的心 无法原谅自己 时间一点点过去 心就慢慢死去 心中也如此清晰 梦醒后一切都不真实 一切都失去意义 还有谁值得珍惜 不想做你生命中的流星 想给你全部生命的勇气 爱爱的爸爸妈妈 请允许我 你们就去欢迎你好了 我相信我们注定要在一起 如果我的想法 你愿意请王婧婧小姐 为你的爱是怎么回事 并当中烦死 因为健康 即使得要爱她 爱你 呵护她 你绝不能放弃她 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愿意吗 相信真实的自己 相信真实的自己 和我们 我愿意 请问王婧婧小姐 你愿意 嫁给周晓益先生 为你的账户吗 并当中花生 愿富贵民族 将开心命的要爱她 再上任你的心 不能抛弃她 知道好酸便的最后一刻 你愿意吗 时间一点点过去 心就慢慢死去 心动也如此清晰 梦醒后 一切都不如真实 一切都失去意义 还有谁值得珍惜 不想做 你生命中的流星 想给你全部生命 我们没有护卷子了 的勇气 不起不离 还在原地 总相信我们注定要在一起 你穿过我的伤心 留下了一颗泪滴 哪一刻能回忆 无期不离 还是爱你 没有什么能阻挡 也能在一起 一定要记得相信 相信珍惜的自己 就好 跟我们 握你的绝点 我想说一句话 我能支持这门的儿子吗 不信不明 还是爱你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 一定要记得相信 相信珍惜的自己 和我们的决定 我们是小科党 我们是小科党 我们找到妈妈了 我们找不到妈妈了 我们去找妈妈吧 好 我是金鱼妈妈 我的孩子们找不到了 孩子们 你们在哪儿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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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科党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但是我没有大胆的眼睛 但是啊 你们的妈妈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 赶快去找你们的妈妈吧 大家好 我是青蛙爸爸 大家好 我是青蛙妈妈 青蛙妈妈 你看到咱们的孩子了吗 咱们的孩子不是跟在你的后面吗 孩子不见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的孩子丢了 妈妈 在哪儿 在哪儿 妈妈 妈妈 妈 妈 孩子们 终于找到你们了 你们有没有想爸爸妈妈呀 谢谢 妈妈 谢谢 妈妈 谢谢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谢谢大家 好了 我们一起回家吧 好 我们去约下新闻 走 好 下一位 紫燕 我来了 来了 请坐 好 紫燕 你要告诉我 什么重要的事 好 我是要告诉你 你已经痊愈了 什么痊愈了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那个咖啡屋 还有那次盲约 那一次呢 你身穿着非洲袍子 把满脸跟嘴唇画得红红的 那时候我就诊断出 你是属于表演性人格障碍 也就是我们称为的异病人格障碍 戏剧化人格障碍 属于那种人格障碍的类型之一 其实 这就是一种人格不成熟 情绪化跟行为夸张为特征 在跟你接触之后 我发现 其实那一次是属于偶然的 实际上你是有亲密关系障碍症的 你很难相信任何人 而且在你的空间里面 写的东西也很少 在你的博客里也是寥寥俗语的 而且你也不是用自己的真实名字 那是我觉得没什么可塞的 没什么可塞的 亲密关系的障碍典型表现的 就是怕人关注 而有一种焦虑的特点 其实这跟你工作性质有关 你常常利用自己的工作语言 来替代自己真实的语言 这个让你有机会 把自己的真实自我封闭起来 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在大学有几个闺蜜 而在当时你跟他交往的时候 我发现你并不是真诚的投入 而是浅诚交往 这给你自己留下了很大的精神空间 你害怕亲密关系 一旦某人的关系超过你的界定 你本能的就会推开跟逃脱 我很想知道你这个障碍是如何形成的 所以呢我多次跟你父母交谈之后 很快的我得到了答案 这么说你去我们家找我妈 仅仅是为了了解我 这是我在做疗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还好呢你父母非常简单 让我很快的就找到了答案 小时候你被当成小大人 照顾弟弟照顾家 独当一面 造成你无法运用孩子式的直觉呢 去判断失误 导致你在成熟之后 交友以及对待同事 都是审慎的 消极的甚至隔离的这种态度 最重要的是你大学时代那段爱情 由于你的母亲反对 而让你逆反构足了心里的屏障 这个屏障由于你的男朋友去世 而彻底形成了一道智库的判离 这最终又导致你亲密关系障碍 亦发严重的证明 所以你渐渐失去了接受爱 跟给予爱的能力 很幸运的你找到了我 经过了这两个疗程之后呢 我相信你已经恢复了这个能力 而且你现在又完全可以开始 你正常的情感生活了 请记得我一句话 爱你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 不会远离的 这一份是你的病理研究报告 我可以给你 怎么收费 不用收费 你还帮我完成了一项研究报告 而这项报告呢 会在下一次的学术期来上发表 不过我没有任何真实 好 那我先帮你 我是个医生 我做了我该做的 所以不客气 fry 要转 fet 初一次叫请设的 等 Cook 进编台 健身101 那逛主全部的人 以后哭ua 还有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啊 这一辈子 爱了就别怕疼啊 伤了 就天天伤疤 疯疯哺哺都是笑话 歌啊 我随口唱的 哭啊 都自找来的 烦恼啊 你别去管它 生活就是酸甜苦辣 嘿呀 嘿呀 梦想的家 哪有幸福从天上掉下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不需要代价 嘿呀 嘿呀 梦想的家 哪有幸福从天上掉下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不需要代价 嘿呀 嘿呀 梦想家 哪有幸福从天上掉下 嘿呀 嘿呀 这人生啊 没有那份爱 嘿呀 ство閒璦 尖 twenties上掉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